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出的言论 李京你看到了吗 我看不是冯岛那个小钢炮又开炮了 是吧 对 又开炮 当然就说上次我们本来就想请周老师来聊 就聊过一回 就是所谓这个有垃圾电影 是不是因为有垃圾观众 这句话炸了 但这句话其实不是出现在我的论坛 是在我前一天的另外一个论坛 在我那个论坛也是很火爆 它爆了好多好多的量 你给我抱抱 其实小钢炮几乎每年都去上海电影节 据说他只要在上海电影节出现在论坛上出现 媒体是给他留版面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小钢炮一定会有非常棒的 这个可以用的话出来 但是呢每次我都看到网上有人会骂他 我个人觉得他这回说的那些话 可能是话操理不操 如果换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现在市场在飞速的发展 有很多新的观众 这些新的观众他们的鉴赏能力有待培养 我这么说出来很好听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冯小钢导演这么说 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外交家 那我不希望一个艺术家变成一个外交家 所以我宁可听一些 你觉得很刺耳的真话 而不愿去听一些很舒服的 但是也许也是真话 但包裹的很严实的密不透风的那种客套 我现在终于知道就是说什么叫政治正确了 给我找到一个例子 我现在发现呢 这个社会啊人群呢是分圈子的 这个所谓政治正确呢 就是说在面对所有圈子的时候 你得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的用词 对吧 比如说呢 就是说这个没有垃圾观众 只有垃圾电影 这个是所有圈子都能同意的 但是呢 有没有垃圾观众呢 在小圈子的词典里是有的 任何一个小圈子 肯定都会骂另一个圈子的人 这帮垃圾 这帮脑残 但是呢 我发现政治正确就是 你把你这个圈子里的用语 如果在更大的范围里说出来 就是说咱在多桌面上说的时候 就容易政治不正确 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另外我觉得啊 就是其实小干道理 我也是觉得就是你仔细听他的话 他还是说的有一些道理 比如说他说 观众和电影和导演的观众 应该是对手 我觉得他这个形容还挺好的 就是我应该不断地挑战你 而不是说我来迎合你 然后我有一个 你什么烂片我都来看 那这样的话 就是那个导演 他对他也没有挑战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反过来讲 为什么大家 大家反弹这么大 可能也还是有一些潜台词 或有一些背景的 比如说呢 这当然我这小人之心了 大家都会说 怎么每次到你的新电影的时候 你就要出来去骂一番 就是好像切割不开来 那你我觉得你要是 不跟你的那个新电影 联系那么紧 您骂也就骂了 是吧 咱们就是单独就说论事 是不是这样会效果更好一些 其实他新电影还要三个月呢 但是他不是宣传的时候 已经开始在 宣传是已经开始做了 我觉得 我现在发现 每次我都看到冯小刚放炮 都有人这么说 从小人之心来说 这么说呢 有他的观察点 但是呢 我这个从宽阔里想 咱们就说 我后来想 这个社会上 谁不在炒作 有所言说 就在炒作 至于说 你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跟你讲 没法猜 在意者说 就是说 因为我是炒作 我说的话 就不值得重视吗 这是两件事啊 就好比说 我是不是好人 是一件事 但是呢 我说的这个道理 可不可以听一听 我觉得咱们 要是作为科学发展观 得这么来观察 这个问题 所以实际 他是说到了一个什么 很多人都在讲 你看 我们这编导 还听说周老师来 还专门写了一句话 说 请周老师谈一谈 是谁惯坏了 让冯小刚怒怼的 小鲜肉流量明星 是资本吧 因为我觉得资本 他不会看剧本 不会看梗干 他没法判断 这个故事好不好 因为他们全是外行 但他又很傲慢 他觉得 世界上任何东西 都可以用钱来收买 但偏偏好电影 你在开拍之前 你真的不知道 这个电影会火爆 你可以用最多的钱 十倍于现在最贵昂贵的电影 来砸一部影片 请全世界最好的编剧 最好的导演 最好的演员 拍出来可能是不乱片 刚才这个周老师 跟我分享了一个底下说的话 就是说 这话我听王海林也说过 就是说呢 说为什么 也并没有证据流量明星 一定就能挣着大钱 对吧 就一定就能让电影 有高票房 但是呢 为什么这个长此一往 这个长盛不衰呢 他就说啊 说是因为呢 很多机构负责买片的 那个大姐啊 都是大姐 说哎 李静你作为小姐啊 你你说 大妈 40岁都要大妈了 你说这跟女性 长男色这种心理 有关系吗 我我就是 不是说宅自己啊 其实这小型肉 我都不知道是谁 但是呢我真是觉得 他们 我是对他们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号召力啊 和他们的影响力啊 我也真是叫叫叫叫 叹为观止 对称不接受 我就记得 呃 就是现在冒出一个人名 我都不知道 因为现在你比如韩国人名字 也跟这个 有点像 很像 我经常问我们同事 我说这是韩国人呢 还是什么大陆的 还是台湾的 还是哪 我现在都搞不清楚 然后我就记得看了一个 什么新闻 让我就觉得 简直是不可思议 就是说陆寒 深夜是在上海一个什么 油桶 油桶旁边 照了一张像 他其实也没 就发了一张 去去维稳一下粉丝嘛 第二天说 那个上海那个油桶 排了几公里的长队 粉丝们都跑到那个油桶去 去合影 我就觉得 哎我要说 是不是无聊 是不是也太伤害人家 这些粉丝 但是我确实是 不能理解 但是我想我反过来 我年轻的时候 哎是不是也这么追过 但是觉得也没这么狂热 所以我是不能理解 我是这个 但是就是说 这个东西 在那儿陆寒出现过的地方 排长队 和陆寒演的电影 就大家都去看 为仅仅为了看他去看 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吗 我觉得就是 他们应该出现的时候 他就不出现了 因为你排长队 你比如一千人排长队 那是剧长剧长的队 但一千人去买票的话 没多少人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就是所有这些流量明星 我个人觉得 他们肯定是有一个巨大的粉丝群 但这个粉丝群的数字 是被资本给夸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到电影院里面 去看他们的包场 你闭上眼睛 他们一个人 可以发出50个人的声响 他们在网上也是这样 他一个人一天可以发100条 那我平时来夸一部好影片 我现在大概频率是 一两个礼拜 去夸一部好影片 那我跟他们的频率 就是发表意见的频率 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那我问你 你现在有没有证据表明 比如说流量明星扎堆的电影 但是在票房上失利 长城十亿多 里面很多流量明星 但是我个人觉得 最大的工程 不是这些流量明星 而是张艺谋 不管成也好 败也好 你喜欢这个电影 不喜欢这个电影 主要的贡献者是张艺谋 这个应该大家同意吧 对吧 陆寒也好 那个TF Boy 在里面都有 我相信他们也是会带来一定的票房 但是这个票房的成败 应该不是靠他们 那么还有一部去年的绝技 绝技里面用了大概十来位流量明星 从范冰冰到吴亦凡 还有多少 还有我都忘了 叫不是名字 郭敬明的那个片子 郭敬明的 三亿多票房 那我觉得如果把绝技的 他们每个人的粉丝叠加的话 应该是超过中国人口的 中国的总人口的 按照他们粉丝自己的算法 对不对 但是买票的时候去哪呢 所以他的证据是不是说明 流量不能跟票房划等号 对 我记得还看过一个新闻 他就说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娱乐新闻 一个明星到机场 到什么公共场所 好多人尖叫 后来有人说 那是有人给他们付钱的 我也不太明白 这个市场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因果链 是谁付钱呢 它要制造什么样的效应 它的诉求是什么 我看这我就很疑惑 是经纪公司给他们付钱 深耕半夜也有人在那 那个吴彦祖拍过一个伪纪录片 就是讲这些 就是说你 这个对那些还没有太出名的 想当明星的那些人特别有用 就是他雇一些人来 就造成一种虚假的 那种假象 让人家觉得 这个人特受欢迎 他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 对对对 然后你这个尖叫声 你转过来就可以卖给广告商 广告商一看 哇这个人到 有流量 甚至包括 麦克尔杰克森 在那个 以前最红的时候 他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粉丝 但那昏倒的那些场景 那些细节 后来对有人质疑 就这个不是真实的 而且呢 李静我跟你说 你要体认人类是一种自组织动物 比如说有些事情啊 自然会发生 首先有了一个我们共同的偶像 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些粉丝 然后我们粉丝要活动啊 活动就需要组织啊 组织就需要纪律啊 纪律就需要统一行动啊 行动就需要资金呢 于是呢 还是在我们这个网络里 有人去把钱组织来了 有人呢 发布行动 那真的有些这个粉丝会啊 粉丝俱乐部 我觉得呢 俨然跟一个大公司 没有什么各种分工明确啊 比那个公司还厉害多了 我觉得像是军事机构 对 比如说你是到什么级别 你才可以去机场接他 真的不错 你想去就可以去的 是一个严密的教会 对 你也配 枪前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那么再一个 你像上次这个马维都也讲 我发现这个马爷就是 一下给指的未来了 就是你们包括这个冯小刚导演 我现在发现呢 还 哎呀 我现在有点怕被时代抛弃 你知道吗 我有点不清楚未来的方向 就那天他讲的观点就是说 电影讲究演技 讲究表演 是不是你们是一个即将逝去的古典时代 就是纵观未来 好像 你比如刚才我们就讲到 就是说 哎 有些 今天的孩子们 为什么他可以不看演技 看张脸就行 就是说 因为他们这一代啊 看MV长大的 玩电玩长大的 你看MV拍这些歌星 那是不需要表情的 全看导演怎么给光 对吧 画 那他就看这样一些面孔长大 就是说 演技这种东西 你觉得会不会成为一种古典的东西 在未来 可能会变成小众 但他绝对不会被抛弃 因为很多新的观众 他可能对演员的一个诉求 就是看脸看颜值 其实他们使用的是影楼美学 影楼美学 影楼美学 就是其实 冯小刚是 光是打的 窑子 冯小刚是窑子美学 因为你比如说三十年前 这个我们那个时候 过年的时候 有大量的挂历 那你挂历上出现的俊男美女 漂亮就行了 她不需要演技 但一定要漂亮 实际上大量的观众 尤其是新观众 他对电影的要求 就停留在那个阶层 我就不用冯小刚那个词了 因为那个词 大家觉得不符合 这个民粹主义的那种 那种氛围 但实际上的确是这样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演员 应该是服务于这个故事 服务于这个剧本 服务于这个角色 这个观念 是全世界所有演电影的 演话剧的 演电视剧的 大家是共识的 但是新的观众出来 他们跟我们的共识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那个诉求是不一样 他们就一定要漂亮 如果他喜欢的那个爱豆 去演了一个像戴六代路易斯那种 就是刘易斯 那种就是一个残疾人 或者是长得很不好看的 他们会造反的 他觉得你背叛了我 因为我对你的期望是这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就是很不一样 我们去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我们对 我们当然也希望 这个看到美好的东西 但是你对美好的东西的定义 跟他们那些粉丝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说这些鲜肉明星 你觉得他们自己意识到这个吗 这也要看人了 我觉得他们都是年轻人 每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 不是说生出来 谁生出来都是什么都懂的 那像美国的约翰尼戴普 莱安纳多 他们出道的时候 最红的时候也是这个 就年轻的时候 也是这个鲜肉 帅哥 帅哥嘛 对 然后后来他们转型了 转型了以后变成演技派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自毁形象 那这样自毁形象的话 如果他有一帮粉丝说 你不能自毁形象 你自毁形象 我们就把你抛弃了 如果有这种情形 也许他们就害怕了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 那条路是应该走的 因为那才是艺术之路 是他们怎么样把事业 能够发展到一个 提升到一个更高的 一个境界的 这么一个必经之路 另外那天那个论坛上 我听你们导演还提起 这个自杀的这个年轻艺人 乔远良 对 为什么提起他 因为他们觉得 他有导演跟他合作过 觉得这年轻人很用功 他也很想进步 但是他的团队 或者他身边的人 希望他不停地工作 不停地工作 因为像他们流量明星 就是收入比较高 如果他停止工作的话 可能会对他们团队的收入 带来影响 这个当然是我的逻辑分析 但是实际上 当时有几位导演说 你如果接了一部大的戏 你拍完了以后 你应该是修整一段时间 因为一个人不能像 你机器也得停 马也得停 你得修整一下 然后你再做下一部戏 你不能像以前 像香港那边 同时拍九部电影 那些也是不好的 香港这个一个核心 一年能开 原来说 一百多场演唱会 我的天 不说别的 光这体格 但是我觉得他刚才讲的 就照今天计算机的语言 真是两种算法 然后就出现了 我有时候觉得 我也挺能理解 你比如说 为了演好一个戏 你让一个鲜肉明星 自毁形象 或者说 提前一个月 提前一个月 现在算奢侈的吧 不可能 现在提前两三天 都是很奢侈的了 你想 那有时候我们过去讲究 你半年去体验生活 就像咱们最近 你要去爱尔兰吗 不是 最近那个丹尼尔 刘易斯 那个著名影星 宣布这个吸影了 就是我看就说 这个人演戏 能演到什么 他演那个 最后的墨西干人 长达半年的时间 他就那身打板 拿着长毛 就这半年时间 他不吃 不是自己打猎 猎来的猎物 你就这样的 去进入一个角色 那你 可是我就说 这个算法就是这样 我的天 几千万上亿的金钱 你要了解 这些年轻人 他跟你到深山沟里 体验一个月的生活 哪个老板会这么算 这是上亿金钱的损失 他要是天天参加 综艺节目呢 对不对 他要是天天拍一些 什么烂剧呢 谁跟钱为难呢 你说这事 要叫你 你觉得该怎么选择 我觉得是这样 还是跟个人的 你自己的追求有关系 我觉得比如说 咱们可能这么比 也不公平 你说的丹尼尔代刘易斯 还是说这个 蒂卡普里奥 那全世界 也没有几个这样的人 但是我是觉得 他们给我们的 一个好的起是什么 就是我有 我有很好的基础 也是可以靠脸蛋吃饭的 但是我依然抛弃了 这条路 你看那个丹尼尔代刘易斯 演那个 演一个屠夫吧 演一个纽约黑帮 那个脸 一出来 我简直很伤心啊 因为我喜欢看他演那个 穿古典那个衣服 对对 英俊 潇洒 英国绅士 对 但是演那个黑帮 那个屠夫 我真是觉得 你就恨他 讨厌他 你就觉得他 真是一个艺术家 但是我们也得看 这也是大浪 逃杀逃出 那么几个金子来 所以我觉得 对这些小鲜肉啊 我是觉得资本的力量 是挺无情的 但是我们也希望 他们能有自己的坚守 就是能有人 我就真是希望 就能有人 能告诉他们 你要是想 自己的艺术 或者什么 长青 说的 说的白一些 说的 你应该有一个 自己提升的要求 不要被眼前的 暂时的利益 给所蒙蔽 但是这个信息 怎么能让他们知道呢 我也觉得他们周围那些 就包括那个乔任良 之前有写过 他的一个长文章 还在这个圈里 还引起挺大的轰动 他就想 他的周围的一个环境 他也想突破自己的 这个环境 他也想去尝试着 走一个好像实力派的 不是去走小鲜肉的路 但是各种阻力 各种阻碍 最后他就妥协了 让步了 最后走上一个悲剧的 这样也是我们揣测 但是就是 能不能有人真的 就是强大到 我足以抵抗住这种 眼前的商业利益 我们期盼着 这些人能走出来 能抵抗资本吗 我觉得像他们 现在我们叫得出名字的 几个小鲜肉小鲜花 其实他们的市场号召力 已经大到 他其实就是个老板 而且是个蛮大的老板 他如果真的决定了 要这么做 就是不是说放弃商业 你还是赚你的钱 只不过你留出一点点时间 来给表演艺术 就是比较有敬畏心的 来对付某些工作 你比如说一年我又18个工作 里面可能有两个工作 是需要你这样付出的 我现在说的是另一种资本 就是那个投资电影的 因为你知道 我今天觉得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文化 真的就面临一个被资本入侵 为什么我用入侵这个概念呢 有些资本是好的 是懂行的 对吧 你看很多美国的大片拍得很好 对吧 都是有资本 但是你看我现在跟资本的打交道 我都会感觉啊 就是说 他是粗暴的 甚至他是傲慢的 甚至他是说 我给了钱 我要什么不行 就是你知道 我们这一代人啊 我过去还要是比较保守的 我认为你资本不能侵入节目本体的 你资本不能侵入内容的 当然现在我都接受了 你不让侵入不行 可是呢 这个口子一放开 那好 侵入到什么程度 那比如说资本在指定 是资本在指定 我要这个流量明星啊 但是其实呢 他的脑子也是一锅粥 就像我刚开始问您这个问题 就您知道吧 现在投资电影的 其实有点像赌徒 他也呢 是稀了糊涂 我现在要 您是研究电影的 我作为外行 我就觉得 高票房没有规律 我个人 我觉得就是懵 你真是说不好 就是说 因为一个电影 在没拍成之前 谁都不知道他会怎么样 但是你知道 作为资本呢 他总希望抓点 有点抓手 要不我为什么 把大笔钱给你呢 总得希望花这个钱 比如说 哦 有个流量明星 有个鲜肉 他这个脑子 是怎么有的这种思维 咱就不知道 但是他至少 您不能说 我这故事好 这个好像不够 让他大把银子拿出来 您觉得是不是这么一个 对 那电影呢 是最后 就是直面观众的 电视剧不太一样 电视剧 你不是直接放给观众 一定是先卖给电视台的 所以电视台那一道 很严格 就是你如果没有流量明星 我就不买你 所以你拍的再好 你就见不了观众 所以电视台那边 对流量明星的依赖 远远超过电影 电影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纯粹靠一个流量明星的 很少是上两亿的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李静有话说 我还想问那个周老师 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 这些小鲜肉 这个什么抠图啊 这个就念一二三四六七 对 就是在您的这个观察里 因为现在等于是舆论一个 无论是外面的舆论 还是业界的 等于反弹已经很强烈了 那就您的观察 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还是说还会越演越烈 我觉得没有过去 但是小鲜肉这个词 从一个褒异词变成贬义词 我相信在这个汪海林啊 他们冯小康道 在他们的努力下 基本上已经成功了 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流量明星 会自己骄傲地说 我是小鲜肉了 但是就是你真正要过去 我觉得我们要走过一段 类似像莱奥纳多一样 就莱奥纳多演完 泰坦尼克号以后 他可以永远演小情圣 然后拿全世界最高的片酬 但他为什么不这么做 因为他有追求 对吧 他有追求 然后这样有追求的人 我相信我们现在的 年轻演员里面也有 但是你说这个 咱们现在都是说了 市场经济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那不是小鲜肉 人家自己抢你的钱 是你愿意给人家 这事儿 那怎么说呢 就是需要观众跟评论者 有一个判断力 就是你演的影片好不好 其实你演的时候 你觉得到底是观众 绑架了资本 还是资本绑架了观众 应该是资本绑架了团队 然后最终绑架的 最终决定的是观众 但是观众跟资本之间 实际上 它不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东西 就是对观众的评判 对市场的评判 里面是有失误的 就观众 首先中国的观众巨大 但是它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就是三年前 那种口碑跟票房倒挂的现象 特别严重 到去年就越来越少了 就表示我们的观众 是在成熟当中 但是我们观众里面有 这些鉴赏能力不高的人 有没有 有团队 这个数字也非常大 但是我相信 大部分的观众 看电影看多了以后 它的鉴赏能力会提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这咱行外人就不懂 我怎么最近频频就发现 他们谈的都是说 你看人家好莱坞影帝 来的时候就一个人来 对吧 就最多随身带个助理 人家自己在这儿等着 好像很多人都谈到 有一个情景 似乎让你们很不爽 就是说 这个所谓流量明星一来 十几辆车 在拍片现场 甚至有些老艺术家 感觉非常不满 就是说 在车里半天不出来 最后晃一下 走了 身边十几个 然后拿走了 百分七八十的预算 对 这个事情 就是在电影业的人看来 是特别让人搓火 是吗 在电视界好像更严重一点 就是 你们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 是心里特别不舒服吗 我觉得就是说 他有资本家愿意 给他这么高的片酬 这个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矮 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 就赔了钱也是资本家 资本家觉得 我的投资人 我觉得我投他值 对吧 他起码投的时候觉得值 但是你答应做一个项目 不管这个项目 预算有多大有多小 你有一定的付出 这个付出是有一个底线的 比如说一部电视剧 要拍多长时间 然后你是男一号 或者男二号 你大概要付出多少时间 你如果连这个都不能保障 你台词不背 也就算了 有一个提示卡 但是你说我提示卡也不看 我就说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觉得是突破底线 但是为什么有些 这样拍出来的电视剧 收视率仍然爆棚呢 最近这一年内 这样拍出来的片 被人家诟病的现象越来越多 因为人家发现很怪 那镜头切换的特别怪 就是你突然一个很近景 然后就变成一个背影了 然后后来发现就不一样了 里面就是是靠抠图抠出来的 那我觉得 不是说不能用替身 有好多情况下都用替身 我们不能让所有的演员 都用成龙大哥的标准来衡量 成龙是危险的动作 是自己做 对吧 但是有些 你说台词总得自己说吧 因为台词都让别人说 我觉得太滑 所以他就说 这个马维多那天讲的意思 就是未来这电影 甭说小鲜肉偷懒了 全是图像抓取 抓取你个脸 完全电脑把你编出来了 其实这个资本 渗入到各行各业 那我们做记者这一行也是 那未来都说 机器人给你写了 你都不用自己写了 但是我是觉得 这还人 还情感 还有一些东西 是不可取代的 在最高的阶层 我觉得 最后还是人的情感 但是那些很常规的 就是最机械的那些动作 工作 可能是很容易被取代的 所以小鲜肉领先一步 把咱们带入了机器人时代 是吧 有点这感觉 有点这感觉 人工智能时代了